新闻头条马上带您先来关心 日本核灾辐射地区的食品 由于更换生产地标签进口台湾 可能已经被不少人吃下肚 外界指引2月初进口 为什么到3月19号才预防性下架 食药署澄清没有隐匿 它进来的这些的产品的标签 你们是自己贴的吗 日本贴的 全都日本贴的 如果你今天进1万项 1万项全都日本贴的 指导工厂查获日本核灾辐射区 五线市的食品 被换上假的中文标签违法书台 食药署在公布9品项 292件核灾区食品 被榆木混珠卖到台湾 食药署要求周五五夜以前 全面下架回收 现在有193项的检测报告已经出来 都没有检出 虽然没有检出 但是它还是非法进口 所以对于食安法部分 我们还是要处分 强调没有辐射 食药署署长将与美料化 敢吃森永牛奶糖 预计6月就要要求日本进口食品 必须减负产地及福安的官方保证 而立委必问下 卫福部也坦承 原本年尼解禁福导核灾 五线市的产品 不但没抓到贵 再去就贵下去 日本官方希望我们赶快开放福导五线市的部分产品进入台湾 对不对 你们就在做这个评估了 对不对 的确日本有提出这个要求 日本其实过去一直都有提出这个要求 他们认为他们的食品是安全的 其实日本每个月都会对农产及动物产品进行辐射检测 一旦超标就会限制出货 由于台湾禁止进口日本核灾五线的所有食品 谁要属怀疑是进口商篡改产地 认为业者应负举证责任 而业者则出面喊冤 究竟是谁偷换标签 各说各话 有待检掉理清 新唐台电视连叫张轩唐台北 收到